漁邊走,想不到就是跟著 大家都知道甘地要來這個村莊 大家又很支持他 所以就一直一起跟著走 那沒想到越走越多人 越走越多人 然後最後就是累積了 就是上萬名的民眾一起跟著甘地 那走到海邊 然後走到他們官方的自研所進去 那他們不是暴力的說要佔領這個 這個他們官方的自研所 只是走到這個地方 就是跟他抗議 就是雖然無鎮的抗議吧 結果想不到他們是警衛 他們的警衛 就是他們抗議的民眾是排得好好的 一直往前走 那當地他的警衛就是 來一個他就打昏一個 來一個就打昏一個 來一個就打昏一個 那其實當地這個畫面都被一些外國的媒體 他傳播出去 當然那時候還沒有 可能還沒有照相 他就是用電報 OK 來我們前面 正前方就是 維尤莉拉車站 大家看一下 正前方 對 我們這邊要看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車子角度會慢慢移動 會變成 右前方這樣子 那右邊的窗面可以打開 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 這個 9 10 6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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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已經變成世界遺產 在2004年 在2008年的爆炸 這個事情 這裡面也是不是爆炸 這裡面是 這個是火車站 這裡面不是爆炸 這裡面是大智慈堂的混沌控制 帶著四十七的 四十七的叫什麼 OK四十七 帶著裡面呢 帶著就是開槍 十兩 至少兩百多個 兩百多以上的 人在裡面 有沒有看到 大家 這個就是 還有幾個準備準備 還有幾個準備準備 開鐵路 主要是印度的 好的公司 用到 台灣的國家英國 所以開了這個鐵路 開鐵路第一個就是 這個叫什麼 就是夢買 這個 這個 這邊還請 那哪一百 都能看到的就是 建築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剛才已經講 現在是夢買 變成夢買的這個 政府機關的一個總 這個辦公室 但目前他 他用很多 剛家 他就是把它 非常有的氣 這個都是世界遺產 裡面包含 所以他自然可以清洗 的一個動作 就是 用水 來 刷一刷 嘗一刷 這個 那是 他的 那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是這樣 嗎 對不對 這個 我的财神有到外星星掌的 接下来是干地经验 干地经验我到校长跟大家讲解 刚才这个叫什么 你都已经讲了干地是重要的 他人生人生话 最重要是他的一讲 干地经验就是这些干地经验的一位 他在非洲 非洲独自 他是法律系的一个博士学生 当时他在非洲那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黑白的问题 所以 所以 他在当中的 我当中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